这么你会看到啊,这个摆设线啊,是比较特别摆的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我是俊贤 今天是探电系列的第六集 然后现在我在车上出了一点状况啦 GoPro跟我当机 所以这个是用手机拍的,所以希望这个的声音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我手机的记忆不够,我就可能要第二趟再来拍了 现在我在Buket Matajam 这间宠物店呢,就是Rap Store Buket Matajam 中文字幕板设计ot.com 这种DG过来讲呢,断尾球身比较少,但是基本上它会一个动作就是它会脱皮,所以如果它逃出来的话,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徒手去抓它。 它脱皮它不是换皮啊? 它脱皮它是一个智慧的方式来的。 它一脱皮了,它的皮长回来不美了,它就会变成黑黑一打一打这样。 隔着玻璃,这样比较好看。 然后这个也是要? 这个要Lisen under CITES 2 CITES 2,CITES 2是什么意思? 二级动物保护。 就是你还可以饲养可以拥有,只是你要有Lisen。 一般来讲Lisen是每年Renew? 每年Renew,一年应该是5块钱左右卖了。 for Tegu? 基本上所有Lisen的动物都是这样。 包括那些贵也是5块钱。 对对对。 很便宜啊,这样还好。 Asian Forest Scorpion。 这些都是需要Lisen的。 这边你会看到一些不同大小的Raptizo Terranium。 然后Rap Store就是Raptizo的一个代理。 这个爬虫缸呢,是比较适合来做一个Display, 然后可以叠成好像一个玻璃厨。 把整个这个缸放上去了。 我一个顾客一次购买了, 应该是6里还是8里, 还是这样子叠过去, 整个就是变成一个玻璃厨。 这样不错了。 你需要什么Basic的东西? 我们可以跟你想完怎样东西? 全部都有到吗? 凡是walk-in的customer, 这间店都会提供一个10%的Discount。 不管你是买动物还是买Accessory, 都有一个10%Discount。 除了那些Feeder, Feeder没有包过。 这些是... 已经是浮动性很强了的。 这个需要来生吗? 不需要。 也会比较有伤害力一点。 这个是巨人手工。 我看到它了。 这是Harmada Giant Gecko。 它会有比较aggressive一点。 通常Giant Gecko都会有这样的percent。 这应该是我见过最大桶的这个盖粉了。 0.3kg。 这里真的是应有净油, 有很多这些饲料, 有一些宠物的supplement。 我们也有Hikari的饲料。 Hikari的公司是著名做了很多research, 才研发出这些饲料来的。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一个是它的味道咯, 它会蛮吸引咖虫吃。 第二样的东西咯, 就是它的口感咯。 According to 它们, 我是没有吃过啦。 它的doctor是很好啦。 跟real food很像啦。 OK,这边是手工的架子。 这边有一排的手工。 然后每一只手工的品系都有label。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啦。 你们自己来看。 这个是我们一堆在卖的。 这个也是我们从小开力到大了。 这个是全白耶, 这个。 哎呀, 跳走了。 收工压器旁边是一些蛇。 这边有一只milk snake, 有corn snake, 还有bob python。 这些已经卖到要完了, 老板还没有进货。 暂时就剩下这里。 在店的后方呢, 有一间房间是长温的。 它里面是没有aircon的。 就只有风扇在里面保持通风。 这里里面, 展示的动物都是一些鹿龟还有鹿龟。 每天讲一讲, 它就吃完了。 饰养这些鹿龟呢, 都是需要有执招的, 需要有label。 在这里店卖出去的鹿龟, 都是有保读的。 阿达巴拉应该是这里最贵的了吗 目前是咯 目前是这个阿达巴拉 9000 8000 一直以来是阿达巴拉会最贵了 所以我们都有 剩下4只 我们今年应该出超过20只了 从年头到现在超过20只了 是你有开24小时吗 没有 我们是跟着日月来转变的 就是说早上11点我开到晚上8点 然后就剥掉了 因为我们用Delium养 所以Delium养它比较能保温 整个温度的控制都会更加好 果乌龟它会换壳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摆设线是比较特别摆的 看到吗 这个是新长出来的 这是它在Grow着 你看到我们每次讲生长文 生长文就是 中间这一条线 你看到横摆的一条线 看到吗 这些就是生长 所以一个健康龟在长大的 它一定会有一个生长文 所以一旦我们看到 后面的壳在长 这边壳在长着的话 很自然的 它的生长文是一定有的 这是怎样我们俩要去看 到底它有没有再继续生长 老板我欣赏你的banner 老板我欣赏你的banner 虽然是后门啦 不过你这里放一个banner 真的是很有趣 谢谢 感谢观看